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太阳周围有一个区域 我们多称其为视居带 它是指在离恒星某个距离的范围内 行星上的水仍然可以维持液态 因此生命是可以存在的 显然我们的地球呢 便是位于太阳系的视居带内 至于像金星及其他行星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太阳的热量恰好适合海洋以水的形式存在 而非以水蒸汽或冰的形式存在 但与其他任何行星一样 太阳也在不断地变化 它释放的能量呢 来自于燃烧自己且非常之热 只有离它稍远一点 才会感到温暖和舒适 但如果你离得太近 那么 我们就等着被烤熟吧 最重要的是轻燃烧反应 即在任何恒星之中都会发生的反应 一般燃烧木材或木炭是大不相同的 每个恒星之中都有一个 被一层又一层气体和尘埃包围的核心 温度极高 且不停地燃烧并发出光芒 但你知道东西燃烧时会发生什么事 没错 将被烧毁 太阳周围这些一层又一层的气体也是如此 每当它们燃烧耗尽时 它们也会跟着膨胀 因此每过一分钟 恒星就会变大 但它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在扩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不见它的变化 但我们肯定能感受到这种扩张 所带来的后果 太阳对地球上的一切 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它不仅是带来光和热而已 太阳的能量使得地球的地表 和大气层温度升高 更驱使了全球天气的变化 没有太阳呢 就不会下雨 这听起来似乎很奇怪 但其实你可以想想看 雨从云中落下 基本上 云层就如同漂浮在天空中的巨大水坑 但这些水是如何跑到天上去的呢 它是由地表的水蒸发上去的 要做到这一点 则需要足够高的温度 这就是太阳发挥作用的地方 它散发的热度 使水蒸气从海洋升起 在大气中形成云层 所以若没有太阳 便不会有云的存在 但这还不是全部 当地球表面被太阳以辐射加热的时候 便会引发了地表上 及地表下 各式各样的活动 这听起来可能很疯狂 但不管是火山爆发和地震 也都是太阳活动造成的结果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如此的啦 最重要的是 太阳辐射为空气中的风 及海洋中的洋流提供了动力 并使得地球的温度保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 当然 这也取决于太阳与地球之间的角度啊 现在你知道 太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 想象一下 如果太阳再扩大个几个百分比 对我们的地球会发生什么事 首先 氏居带的边界会发生变化 太阳的大小 即便仅增大5% 也会使我们的地球 与现在有的天差地别 地球的表面会越来越热 越来越多的水分会被蒸发 气候更会急剧地变化 没有人知道 如果这样的话 地球会产生多大的变化 但至少可以说 它就不会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星球了 即管如此 地球至少还会存在 我们也许仍能见到这一切 好吧 也许不是我了 但我们可能无法看到 太阳膨胀10%的时候 你也许可以猜到 氏居带的边界将会再次移动 而这一次 地球将永远从氏居星球除名 或者可以说 地球再也不适合任何生命居住了 因为离太阳太近了 当我们的太阳变大1.1倍的时候 地球的地表的温度将持续升高 使地球上的水再也无法保持成液体状 海洋将会蒸发 地表会越来越热 没有任何生物能在这样的高温之下生存 地球的空气也因为过于炙热 而无法让人正常的呼吸 我们的地球将变成一块太空中的焦黑石块 我是不是在哪里看过这部电影啊 有个好消息的是 也许过一段时间 火星变得进入世巨带 因此 若人类在那个之前 能够想到殖民火星的办法 也许能够逃脱随着地球 一起毁灭的悲惨命运 温度的升高 会使得火星内部运行机制整个改变 甚至将其转变成为二号地球 它将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 星球公转及自转模式 且肯定需要做一些调整 才能让我们人类安全地生活在火星上 但不管如何 火星极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新家哦 哎 而且会有两个月亮 而不是只有一个 是不是很棒啊 然而 这仍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哦 正如上面所说 太阳燃烧的氢气越多 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再经过一段时间后 火星也会如同地球一样 步入毁灭的后尘 而这也可能是太阳膨胀过程的结束 在太阳缩小成为白矮星之前 太阳会先成为一颗红巨星 这是恒星耗尽其核燃料时 就会发生的必经过程 先前包围在核心外面的气体和尘埃 就会被排除至外太空 然后 在太阳的生命结束时 其核心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亮 其所释放的粒子云也开始燃烧起来 而太阳生命最后一个阶段 则被称为行星状星云 非常的明亮 即便在数百万光年之外 都能够看到它 而当太阳的核心停止闪耀时 太阳终将不复存在 好的 这些应该足够解释 太阳是如何将我们的地球毁灭掉了的 但 这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好吧 似乎我们还不必过早担心它 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的太阳 形成至今 约有46亿年的历史 而听闻学家可以预测 它还需要100亿年 才会成为行星状星云 至于等太阳膨胀10% 然后导致地球所有生命的终结 科学家们认为 这距离现在 还需要11年才会发生 这听起来比100亿年来说 似乎短了许多 但同样对现在来讲 是遥不可及的 我不打算为此做任何挣扎 有鉴于现在的科技发展 我敢打赌 人类可能在为时已晚之前 就能够找到殖民其他星球的方法 不知道你同意吗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告诉我们哦 但现在还有一些太阳活动 仍旧困扰着许多研究人员 太阳的表面不时会发出闪光 而且释放出强大的辐射 至外太空 并且朝向地球射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大气层和雨云 一直保护着我们 免受这些辐射的伤害 但是一旦地球的这些保护层 被剥夺掉 直接来自太阳的伽马射线 将会使得地球成为一片焦土 我并不是说温室效应是好的 但请注意 我只想提醒你哦 世界上和宇宙中发生的一切 都是有科学根据的 若是有一束特别强大的太阳辐射抵达地球 大气中的气体 能使其衰减至无害的状态 另一方面 随着人类产生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加 我们正面临全球气候变迁 这个更加现实的威胁 虽然沙漠可能会开花 北极和南极的永久动土 甚至可能会变成茂密的丛林 但对我们人类而言 这种变化可能意味着 世界的彻底重租 此外 气候变化并不会和平地到来 它将引发许多自然灾害 如飓风啊 海平面上升 火山爆发 地震 森林大火和海啸等 顺带一提 这些影响其实我们已经见识到了 因为记录显示 自20世纪初以来 飓风的发生已经变得更加频繁 由于人类的活动 使得海水变得更加温暖 而温暖的海水 正是飓风形成的主要原因 那你觉得呢 你认为在未来几年 我们地球上最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请在留言区中告诉我你的想法吧 如果你今天有学到了新的东西 那么麻烦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哦 但是 先不要急着想要改造火星啦 我们还有超过2000个超酷的影片 等你观看呢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选择左边或右边的影片 然后慢慢观赏它 持续锁定我们亮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